在此節我們就是要記錄猜測的次數 在猜完之後呢 會顯示我們總共猜了幾次 而且停止繼續問答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有count這個變數來記錄次數 還有wind這個變數來記錄我們的狀態改變 一開始我們需要一個變數來記錄次數 這個變數我們把它叫為count 那接下來進入程式之後呢 就要先把這個變數先設成0 那每次執行完提問之後呢 要把這變數次數再加1 當猜對時我們就把總次數顯示出來 但這邊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即使我們猜對 它還會繼續向我們猜測 所以我們還需要另外一個變數 來記錄狀態的一個百變 一開始我們把這wind變數設為0 當成功的時候呢就把wind變數設為1 而且我們希望成功的時候呢 回宣就不要再執行 所以我們把這個控制裡面的重複執行 直到方塊拉進來 而在這個六角方框裡面呢 我們就設定wind等1 這樣子就會執行到成功為止 我們按綠色奇標重新執行 第一次猜錯了 再猜一次猜對了 而這次猜對之後 它就不用再繼續問我們 所以這個遊戲就到此完成一個小段落 當然後續還有一些可以微調更好的地方 就讓大家嘗試看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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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